她在张卫健破产时离她而去,现任老公破产也被她抛弃,今活成这样。 到这个标题你们能够知道小编今天要介绍的女艺人是谁吗?她就是香港艺人江西燕了,说到江西燕这个名字相信如果你是港剧爱好者的话那么你一定是十分的熟悉的,她2007年因参演同事三分七开始走红。 而江西燕也是张卫健的初恋,两人相恋五年后因为张卫健破产,江西燕选择与她分手,之后江西燕也是成功嫁入豪门,不过这个老公十分的花心,江西燕对齐亚忍了12年之后因为她破产,最后江西燕也是选择了分手,而如今江西燕成了什么样子? 下面就跟小编一起去看一看吧。 下面就跟小编一起去看一看吧。 她的身材比例,非常的迷人,小编相信就现在江西燕保持的这个样子依旧是有很多人在追她的呢? 江西燕身上这一身白色的连衣裙造型也是净显她身上极具的直性美,整身裙子的镂空设计也是让江西燕的身体肌肤若隐若现,非常性感。 整身白色系的造型在植物的衬托下也是让人感觉十分的具有清新感,这样子的江西燕根本就猜不出她的真实年龄。 一件银色背心搭配上一条黑色的薄纱裙,江西燕这一身着装的搭配更是将她完美地营造成了一位女王。 整身造型的呈现配上江西燕随意凹的pops都是让人在无形中感觉到一份极其强烈的压迫力,非常的有气场。 小优相信这一种风格的江西燕一定是能够聊到很多人的。 江西燕身上这一身粉色的连衣裙更是将她显得十分的具有少女感,整身粉色系的颜色在江西燕的驾驭下也是让人看不到一丝的违和感。 不得不说江西燕这一张脸真的是太犯规了。 不知道你们喜欢江西燕如今的穿搭风格吗?参考来源。